进田地了 收了 走喽 插羊喽 插羊喽 来 姨姨教你们怎么插羊 你们先看看怎么插 这个羊苗插羊插的 把根放进去就行 三四根都可以 三四根 你们一人负责三株 然后呢 齐头并进 往后走 好不好 好 来吧 还是下去咯 等于哪 慢一点 能走动吗 天难的往前走 我看孩子的插羊对他们来讲有点难 你想到脚丫子都拔不出来 脸朝这边准备开始 每一株之间呢要均衡 好 阿姨给你插 苗之间要有距离 对 苗之间要有距离 现在呢是这个羊苗小的时候 等羊苗长大了呢 他们就需要更多的空间 所以我们现在插的时候呢 要为他们长大了留一定的空间 就不能太密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好嘞 三个 对 插三根 用这只手 用这只手 对 拿着 对 我们看有一定的距离 要跟前面的差不多 对不对 好棒是吧 咱们接下来该插哪排了 插这排了 是不是 给 我走这边开 对 没错 给 插这个 插这 对 太棒了 你把吸住了 在原地站真的太难了 我发现插羊真的好难 是不是 不是 抓住我 别踩那个苗 来 回来 这边 我的手 我的手 脏得干净 哎呀 你露出手的身上去了 不要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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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 不要 越来越泥了 不要了 不要了 悟空你太调皮了 悟空你 快点 咱们现在分三组 然后一起往后 好 看谁插的快 加油 同学们 加油 先插这个 插这 插这 插着我 往后退 对 要往后退 对 往后退 不要怕泥巴 回家我们可以洗澡 也可以洗衣服 看 看每一个和每一个中间 都有一定的距离 横排的要横着 树排的也要直 好不好 对 我是第一 我就整理一下它们 我把它们固定一下 非常好 好 对 这儿还缺一颗 哎呀 果果你太棒了 果果 活干得太好了 看齐刷刷的 叔叔 我超过你了 你这么厉害吗 你挺快呀你 你超悟空 他说 啊 悟空就是要疯 悟空就是要疯狂 是不是 对 你这大闹天宫是栽苗法 是不是 啊 但是你得认真啊 我们要有智者视镜成啊 我们要慢慢的来 把这个视觉要给它坚持 你们知不知道 我们现在插的秧苗 将来长大了是什么呀 大 哎呦 你太棒了 确实是大米 庄庄 你太棒了 好 这样啊 最后十排啊 谁先栽完十排 谁先上去 谁先上去洗澡吃饭 好不好 最后我们的决赛就在眼前 我们在大大的池塘里面 种啊 种啊 种 种小小的鸭苗 开大大的种子 我极其的高兴 我觉得这个设置太美好了 因为孩子们 你在餐桌上跟他奖励的皆辛苦 他没有那么直观的印象 他不知道这个劳作的辛苦 落实在实处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在这一天的设置当中了 其实孩子们他们也体会到了 滋养他们的这些古物 是如何来之不易 所以今天孩子们 其实都在用不同的角度表达了 以后我们要珍惜粮食 我相信他们是发自内心的 小朋友们今天摘养 辛苦 辛苦 那我们以后吃饭 省不省烦 不省烦 对 要珍惜我们今天的 这个劳动成果 向我们种的鸭苗敬礼 这应该是山水间的家 第一次有这么小的嘉宾 进入节目 而且呢 又是最直接的 和我们的粮食结合起来 和土地结合起来 中华民族的很多灿烂文化 都是在织温饱之后才产生的 所以这些东西 都要从今天的点滴开始 慢慢地去体会 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意义 不仅仅是看风景 更多的其实还是要 看风景背后 人的身上那种鲜活的生活气 烟火气 还有他们的精神气质 这些都是要孩子们 通过土地 通过生活去体会的 除何日拉姆 汉地和夏土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走 回家喽 那我们的下午